2016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官方试车日与新闻发布会 同时于2016年5月16日上午 在北京奥迪金港汽车公园激情上演 众多嘉宾与媒体调查 超级跑车锦标赛 这项20世纪新兴于欧洲的赛事 一经出世便在赛车界受到追捧 欧美国家三分争相举办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汽车保有量第一大国 更是超级跑车最大的消费市场 作为国际汽连所管辖的最顶级的赛事之一 北京中市甲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国家体育董局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批准 在2016年至2026年 负责China GT未来10年的整体运营推广 将GT汽车赛事呈现在中国的广大汽车运动爱好者面前 GT赛事在中国举办事在必行 更填补了国内高端汽车赛事的空白 当现场嘉宾手中的红角徐徐注入 China GT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纪念冰标中时 现场沸腾了 这一刻是属于中国赛车的 这一刻留下的更是属于中国赛车史的GT影迹 China GT总负责人假命介绍 2016China GT共有四站 第一站将于6月11日在北京京港奥迪汽车公园拉开展目 随后将于7月9月10月份分别移施上海成都珠海 奥迪R8LMS保时捷911GT3卡 日产GT-R NismoGT3 达姆基尼Super Trophy 等大家耳熟浓详的GT赛车 都将出现在2016China GT的参赛名单中 酷流汽车北京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